老梅国小附设幼儿园的乡土教育 有歌谣中就提到了大造烧彩煮饭 为了让小朋友实地体验古时候人大造煮饭 今天幼儿园就带着小朋友来到山上的书房口农场 玩大造与田间抓蝌蚪及青蛙 要来感受以前人生活的形态 石门区老梅国小附设幼儿园在乡土教育中 有台语歌谣叫大造以及水家小孩 为了要让小朋友实地体验古时候人用大造烧彩煮饭 还有田中抓蝌蚪的生活 今天也带着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到山上的书房口农场 玩大造田间抓蝌蚪与青蛙 感受以前人生活的形态 老师为了让我们的孩子的学习能够更深入 也希望能够跟我们周遭的生活环境更贴近 所以特别在我们社区里面寻找 很难得最后终于找到我们书房口农场这边 还有目前还在使用中的大造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带孩子来这边 来体验用大造来制作麻糬 也了解大造的使用的方法 也更了解本地居民以前的生活方式 另外我们出房口农场这边 刚好也有非常丰富的蛙类的生态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带孩子实地到田里面去 观察体验这个蛙类的生长的状况 那希望今天透过让孩子实际操作 以及实际观察这样子一个教学的方式 能够让孩子得到更深刻的学习 老师们在课程规划时就想着台语歌谣中念着大造 不过孩子们却都只能想象 因此也决定探寻社区中哪里还有大造的地方 最后终于在山上找到 正好农场中还有田 田中有蝌蚪青蛙 就与另一首歌谣相互呼应 而小朋友来到田边抓蝌蚪 还要带回学校边观察边养 在长成青蛙之后要再放生 我抓了两只蝌蚪 抓了两只蝌蚪 很肥耶 很肥的蝌蚪 嗯 那还有大造呢 大造好玩 大造做什么 嗯 蜜饼 蜜饼还有什么 麻糬 那你觉得麻糬好吃吗 好吃 那好玩吗 好玩 你觉得什么最好玩啊 捞蝌蚪 你捞到几只 一只也没有 那下次再来捞 好 那你刚刚如果玩大造 有 那大造做什么你知道吗 做 做麻糬 那你觉得麻糬好吃吗 好吃 而大造更是小朋友 从所未见过的煮饭工具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将麻糬粉团丢入大造当中 还有试着用锅铲 试着煎饼 小朋友用力地 捣着刚起锅的麻糬 成团之后再沾着花生粉吃 孩子们感受辛苦生活料理的过程 最后吃下自己做的花生麻糬 是满脸笑容 而老梅富佑也期待 带着小朋友户外踏青 感受有别于校园中 的生活 借此要让学习变得更多元 也更有趣 记者拉拼汉 石门采访报道